9月27日 阿迪达斯官宣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代言人 此时 距于新疆棉事件才过去半年时间 胡明轩出生于1998年 目前效力于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 他在比赛期间成绩显著 多次入选CBA全明星阵容 并当选最佳新锐球员以及最佳第六人 被评为国内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在官宣消息发布没多久 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 网友们纷纷指责胡明轩没有骨气 在新疆棉事件后还接阿迪的代言 因为胡明轩代言阿迪这件事 苏炳天穿奈克的事也被翻了出来 随后也有网友解释称苏炳天是之前签约的 在赛场上穿和私下代言不是一个层面 还有粉丝为当初解约的明星打抱不平 今年3月 H&M在内的一系列国外品牌公开抵制使用新疆棉花 阿迪达斯就是其中之一 事件发酵后 周明星纷纷与相关品牌解约 在娱乐圈引发大震荡 阿迪达斯名下代言人兼大使 挚友有数十人之多 包括一阳千玺 迪利尔巴 杨幂等大流量 和阿迪有多年交情的陈一迅也宣布解除合作 阿迪达斯上代言人兼大 particular